本周是NBA控球者周,为庆祝这个节日,库里最近参加了史蒂夫·史密斯的对话,他选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控球手总统山,欧文·马拉维奇,魔术师和他自己。 但控球就像跳投美感一样总是人者贱人,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所以我们尽可能为你,列出了历史上那些最佳控球手的名单。 至于你更喜欢谁,请遵从自己的篮球本能吧,加马尔克劳福的他的绰号说明了一切。 J Crossover 他没有很好的传球,也没有特别好的投手和习惯。 他是超级第六人,更擅长单挑,他的胯下运球,抖尖体前变相固然精彩,但更经典的是他终结时的动作,背后要求衔接大幅跳步。 哈登哈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用一个后侧步晃趴了约翰逊,然后停了一个世纪才出手命中三分的那个动作太经典了吗? 这是一个理由,是因为他把欧洲步吗? 这也是一个理由,但最大的理由应该在于,哈登是历史上单击单挑次数最多的球员。 他能够在西部决赛首战运球550次,超过勇士三巨头合技的549次,他还在西部决赛场期战中运球600次,毫无疑问,这只是一整个赛季,哈登疯狂运球的缩影。 作为毫无庸置疑历史单击运球次数最多的人,不上个运球高手,榜是说不过去的,他的运球很棒,而且确实有效,最佳的证据就是一座MVP奖杯。 魔术师原汉是因为,出现在酷利的榜单中,所以才会在这里将魔术师拿出来讲,如果用运球这个技术来形容魔术师,可能有些尴尬,因为魔术师这个PT应该是史上最强Post Guard简单来说。 他在阵地上面对防守时,更喜欢用屁股对死你,反正我身高必长屁股大,一般的空位根本碰不到他的球。 面对身材较小的防守者,魔术师不太会用面框变现技术来突破,更多是选择背身搞定一切,但在胡人的收藏快攻体系中,魔术师之所以为魔术师的华力和诡诈就显露无遗。 他在行进间的持球和突破能力,他在传球时的面无表情或者眼神有力,让你根本找不到他的传球方向。 有时候甚至远番看录像时,你都需要反复拓拉进度条,才能看清楚他是怎么传球的。 斯托克顿世界全明星,92梦之堆成员,生涯3715次助攻NBA历史第一。 这些数据就已经足够证明斯托克顿在这个顶技场上的地位,和纳什一样。 斯托克顿同样精通倒差,但他比纳什更显搭强不公,他的动作腐蚀无滑却又极为高效,一个小幅度的体权变相,只多一次的跨下运球。 历史上能够做到单机场军时加助攻N15,少于三次的人只有7个,但这是斯托克顿的生涯平均水平。 纳什两年MVP,风之子,库里之前的库里,让得安东尼长子都会轻了的男子。 如果那时候我让纳什多出手的,分,也许时代早就改变了。 纳什不会给你送上什么疯狂的体前变相或者转身动作。 但是在策动打差后,什么时候传球,传给谁,用什么方式传球,从什么角度传球,在这些方面,纳什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 在那时所有的运球技术中,最让张姆斯感到惊叹的是,无论他到了多狭小的空间,无论在打差后面对什么样的防守,他都能保持运球和找到队友的能力。 甲壳虫蒂姆哈达威,右手到左手的胯下运球,同时众先向左侧偏斜,然后衔接一个体前从左到右的变相,这就是甲壳虫最经典的死亡变相动作。 这套动作不是哈达威运球技术的全部,却是他的成名代表作,他几乎为这套干净利落的连招动作申请了专利。 事实上,在哈达威之前,联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微型空位,但他是第一个以控球位主要进攻武器的双能位,从这点上出发,他应该是艾弗森,马布里,德龙门的老师。 手枪马拉维奇马拉维奇是霍利辛莫中历史前次的运球高手。 实际上,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下马拉维奇的录像,你会觉得,他可能是个从21世纪穿运,会70年代的球员。 他的反复跨下运球结合头部甲动作,他的体前变相结合背后运球,他的行进间突然小手一波地传球,他突破到篮下停球后的交叉不旋转。 你都会在后来的龙多,霍利和欧文身上看到,手枪还有一门师,船的紧活,他能够在双手大力传球,球即将离手的瞬间,手腕一抖,改变传球的方向,危险动作,请勿模仿,猫三曾经试过这个动作,后来因为左手打右手,导致大拇指击撕利,保罗保罗拥有超高的个人攻击效率,同时也拥有历史级别的助攻数据。 以及强悍的控制事物能力,而且不光是进攻端,在防守端保罗同样是大师级人物。 攻防一体的空位,上一个可能还要追溯到佩顿,和佩顿更擅长用屁股和转陀螺不同。 保罗几乎擅长所有的控球方式,和那些炸裂的控球手们不同的是,保罗的运球幅度并不大,加速也不是非常迅猛。 他主要是在多边的节奏和让球,围绕在身边的花果,这些花果,无论是夸下还是背后,又或者架船侦途,以及急停机器在转身。 这些都保罗的拿手戏,从保罗的运球过人中,总是透着一股聪明和戏血气儿。 保罗可能是当代最完美的空位模板,他已经不止以控球,可能更合适他技术的动作应该是,控场。 欧文艾福森在点评欧文和库里的控球技术时曾经说过,我没他们那么强的控球能力,这是否是这位桀骜不选的顶级控球手? 罕见的字迁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也说明了欧文在控球行当里的地位,足以进入历史评级的范畴。 很显然,欧文才适当带篮球中,最容易出现在机器中的人物,他是假动作大师,双手都能运球,行进间结合转身,后,这部等技术环节也是相当顺滑。 最重要的是他在篮下的中间能力,从未见过欧文这么频繁,是用换手上篮的球员,也从未见过像他一样如此擅长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找到篮把将球擦肩的球员,在上篮找他板角度方面,欧文可能是真正的顶级科学家。 他自己点清楚这一点,如果你的运球价值500万,却无法将球放进篮圈,那么你这套玩意儿就一文不值。 白巧克力威廉姆斯伟大的白巧克力,是我最钟爱的球员,从篮球成就上来说,他和这个榜单中的任何人都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论骚,白巧克力是很多人心目中的No.1,就像卡特的口篮一样, 白巧克力的运球,已经进入了艺术的级别,不只是篮球而已,他那股字不表演无名词的伴儿,让当年那只国王成为了历史上最华丽的球队之一,而且不只是假动作变相过人,更重要的是他在传球方面的创造性,白巧克力会在转换中突然投出超远三分球,在那个时代还算是离经叹道,会在本方罚球线出给远端篮下, 的队友送出水漂世纪的长船,会在各种角度下送出背后传球和脑后传球,而在完成这些的同时,防守人的注意力,早已被他的眼神和头部动作,吸引到了错误的方向。 当然,还有2000年新秀赛上那次注定将流芳百事,让全世界无数孩子对篮球这项运动之美心,生向往的后手传球,没有任何一名导师,敢喘到在白巧克力面前,问他有没有freestyle,他就是freestyle本身。 爱福森现在已经横手看到,除了爱福森般大幅,提前变相的控球手了,他的肩部抖动,从左手换到右手的幅度和速度,行进肩的人球结合能力,以及可能是历史上最快的第一步,都让爱福森的运球极具美感。 可以说,爱福森数着所有的接头动作,他晃过乔丹,双边向两度晃到丹尼尔斯,他跨过泰伦路,这些镜头都成为了未来弹击控球时,必将被反复播放的经典。 无论你是爱他还是恨他,爱福森都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持球攻击手之一,他并没有改变篮球,但他改变得更多。 他的时尚感觉和斗争精神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太多人,特别是后者,一个身高1米8体重不足,150斤的瘦削男子,如何在常人无灵的NBA生存下来,并成为多年的得分王。 这激励了太多人走向球场,微笑刺客里塞亚托马斯因为微笑刺客的巅峰期,处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代至今太过遥远,而且前有魔鸟时代,后有乔丹,他的名气也因为被削弱了不少。 但如果要提及控球能力,微笑刺客是绝对让不开的人物,甚至在库里出现之前,他才应该是这项技术的王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笑刺客是当代控球技术的教父级人物,他从小就知迷于对运球技术的打磨,据说小时候上学路上都是运着,穷来回,而且他已经不只是能够双手运球,他试试跟手持,都能无差别运球。 这样的控球技术让有球在手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到球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并且在任何姿势下继续运球,即便滑到跪地也不会停止。 毕竟这是一个可以几乎接着地板运球的男子,他可以背后运球,加速变向,他是保罗门甲传真兔的前辈,他的跨下运球速度极快,往往数秒内就能在防守者面前,完成多次跨下运球。 而其中一次,就是他要过你的那一次,然后他就完成了一次中距离翘头或者上篮,库里诚如库里自己所言,他的控球技术不是与生俱来,是近几年才练出来的。 库里进入联盟之前的球摊报告也同样指出,库里的投射显然是他最擅长的技术环节,但在传控方面,他仍需要进一步打磨技术。 现在,库里显然已经做到了专家们的预期,他成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场掌控者之一,他几乎是历史控球技术级达成者,既有那时娴熟的左右手控制球和传球能力,又有班巧克力和马拉维奇的临场自由风格,而他在控球时快速的组合机应用各式令人惊叹,后撤,停滞,背后运球,跨下运球,行进间交叉步。 拜托,不是很快,但节奏太多变,组合太随机,让人难以捉摸,这一点可能保罗声音有体会。 而在这些地区上最可怕的是他随时结束运球动作出手投篮的能力,这才是他几乎无法防守的根本。 原因,当你防守的范围需要从篮下扩展到35尺之外的时候,整个球场突破和加速的空间就变得太大了,历史上没有人能够像库里一样用持球投射给自己创造如此大的突破空间。 在这个环节上,两立MVP是当初无愧的历史第一,甚至因此改变了当代篮球。 古猫非安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 感谢观看